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幅画鱼藻图 在众多的鱼藻图中显得格外不一样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鱼作为一种美好的形象 在很多画中都常出现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鱼类具有繁荣昌盛 福泽绵长的含义 鱼又有鱼的谐音 用来满足人民对生活富足安定的渴望 在文人默克的心中 鱼更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象征 是通往精神上的一种自由代表 我们从农耕时期就存在捕鱼打猎的生活 可以说鱼算是最早接触到人类生活的一种生物 因此在我国历史上 关于鱼的形象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以鱼为题材的绘画 它的审美意韵无非就是两个 一是寓意着吉祥 二是象征着自由 所以鱼题材的绘画作品 自然是各式各样的都存在 也不至于那么让人惊奇 但是殊不知 这是一位洋画师的作品 这位洋画师名叫郎士宁 是意大利米兰人 从这幅画鱼藻图中就完美体现了这种中西的结合 不管是公笔还是写意 都体现了中国画活的特点 这就是中西绘画风格的不同吧 在画法上就呈现了中西合璧 从池塘中的鱼来进行取材 构图也纯属于中国的传统风格 但是却以西方的画法来强调光影和透视的写实 使鱼尾背齐的立体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并用了白色的粉末来描绘鱼皮 在照射下的光泽立体感十足 中国绘画中的鱼藻 是把鱼和海藻放在一种现实的自然环境中 呈现出一种非常自然生动的状态 也能很好展现自由的表达 所以往往都是一种看了让人怡然自得的画面感 画水中鱼的传统 其实最早是出现在宋代的时候 但是郎士宁处理的鱼藻图和这类传统的画法不一样 郎士宁加大鱼的尺寸 并且还在鱼的下面画了一些浮瓶和水草 给人一种奇异的空间感 就像两条鱼在半空中飘荡 从周边的草叶痕迹来看 这幅画很有可能是贴在宫殿墙壁上的一幅画 后来才被做成一幅挂轴 内容著作权归宗雅文化所有